你哪不舒服了 老毛病又犯了 我看你脸色这么好 你来医院干吗呀 不是我 带我孙女做下检查 孙女啊 哪个是 这不 医生 有没有看见我孙女啊 这么高的小女孩 医生 有没有看见小女孩 这么高 你尝到我 医生 你有没有看见我孙女啊 不清楚 我 医生 我孙女不见了 我刚见了也没看见 但快报警了 过去 喂 妈 小琪 安安不见了啊 我跟他说了两句话一下子 我都丢了 我死了 我死了 小姐 我真没用 丢了我也不想活了 妈 妈 你先别这样 一定能找到的 你已经派护士帮忙去找去了 妈 别哭了 找人要紧啊 这是你们家孩子的吗 是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在停车场找到的 停车场 是不是有熟悉的人 把孩子带走了 现在肯定不会在医院了 妈 妈 你先别哭 肯定能找到的 一定能找到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孩子都看不住 我不在家 你 你们都是干什么事的 你不要怪萧綦 是我带恩恩到医院去的 那个畜生呢 怎么到现在还不见她的人呢 去哪儿了 她昨晚上就没回来 打了好多次电话 她没见 我跟你们说 要是我的孙女找不回来 我跟你们没完 你 到时候都给我滚住这个家 你现在说这些话 有什么用啊 你看你想想潘娃 她狠狠 她怎么会把这儿哭里去的 她会不会被这么人绑架来 我 跟潘锦浩离婚 离开江城 永远不要回来 你以为你在骗点岁小孩吗 那样多啊 你就没有办脚事了 就当我没说过 我会想办法 成全你这段牧引的 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你 你去哪儿啊 宋游齐 你这个混蛋 你竟然对一个孩子下手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少再找给我装酸 你不是重伤暴力吗 你有种冲着我来啊 你绑枪我女儿什么意思 绑架你女儿 对付一个不入流的女人 我是日旅吗 你给我听着 我现在就去你的办公室找你 今天 要么你把我女儿还给我 要么你把我女儿还给我 你就抬着我宵起的尸体出来 你省省吧 你这种拼命的架势 或许 对召唤英有用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走来 来 喂 喂 莹姐 老虎 怎么又是你呀 莹姐 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口 你出了一趟 你滚吧 有完没完 莹姐 你怎么这么不带着我 我可是冒着绑架罪的危险 把潘家的孙女给你带过来了 你说什么 我 我 我什么时候让你干这事了 莹姐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好 我把孩子放进家门口 钱呢 我也不要了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你怎么可以这样 在这儿等着 别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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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爷爷奶奶打电话啊 乖 别哭了 别哭了 带你进去 乖 别哭了啊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好 不哭了 不哭了 乖啊 乖 乖 不哭了啊 乌叔 来 我知道 从小到大 你一直很照顾我 有的时候比我爸还要懂我 更理解我 这杯我一定好好敬你 跟叔叔还客气啊 客气啊 客气 不好意思 怎么不接电话啊 没关系 乌叔 我们继续 还是接一个吧 我们跟德国公司的合作 不管怎么样 也是要经过潘董事长同意的 怕什么 有乌叔叔在这儿帮我撑腰 还有什么可怕的 来